今天很高兴 就是有我真一师 跟大家今天探讨一个很重要的健康议题 很多人就是他不明原因 早上就是爬不起来 吃过饭就是容易疲倦想睡觉 没事这边就长痘痘 甚至就是他也没吃什么东西 但是体重却一直直线上升 那甚至就是他发现他开始有脑雾 记忆力越来越差 然后心情变得屋准不好 这些种种可能的原因 甚至就是衍生成失智或是八经生事症 这种严重的后遗症 这些可能的病因 大家知道从哪里来吗 是从我们的肠道来的 很多人不知道 肠道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 甚至称之为腹脑 那这肠道的这个神经元 它的这个密度跟我们的大脑的密度相当 而且他们讯息会互相 就是会相通的 如果你这个肠道功能不好 他这个释放的这个讯息会直通大脑 让大脑觉得有压力 而且他发言 他也会通知大脑 让全身跟着发言 所以肠胃顾不好 后面的毛病非常的多 我们现代人 如果没有把肠胃顾好 事实上你很多的这些小毛病 甚至是大毛病 还有一些慢性疾病 都随之而来 怎么样去把肠胃顾好 很多人只知道吃益生菌 但是不知道 他在吃益生菌之前 他尝到一些不好的菌已经太多了 很多人以为吃了好菌 就可以把坏菌赶走错了 当你的肠道已经菌满为患的时候 你的好菌是进不去的 你要想办法让你的肠道的环境 可以让你的好菌可以住得下来 这时候怎么办 你要想办法提供你的肠道 这些好菌足够的食物 所以我们讲的一些像是寡糖 或者一些膳食纤维 你一定要补充足够 此外的话 如果你可以让你的 这些益菌吃饱 甚至是你在你补充的 这些营养的来源 就让它是产生足够的 所谓的后生源 什么叫后生源呢 就是我们的益生菌 产生的代谢物 益生菌产生的代谢物 有很多像是乳酸生钛 或者是像生物类黄酮 或者是一些过氧化氫 这些可以去抑制不好的细菌生长 这些种种的东西 还有一种很重要 叫短练脂肪酸 你的益菌可以吃到足够的营养 让你产生足够的后生源 这时候你肠道的环境 才适合这些益菌住得下来 你的肠道的蠕动才会顺 那我在此推荐这个 白美人顺畅饮 白美人顺畅饮 这个东西喝起来 我觉得比一般的酵素的味道 风味更好 最重要是里面含的这些草本 天然的这些营养成分 它的膳食纤维 比一般的这个单纯的酵素 要多很多 那它的一些后生源的这些 我们讲含量跟成分 也是很足够的 那最重要是它很方便 你每天 就是如果你觉得排便 不是很顺的话 每天在空腹的时候 早上空腹起来 就先喝一包 那你就是这样撕开 那如果有水 当然我们就是说 你的肠胃蠕动要顺的话 水分也要足够 那你可以加水 有时间的话 加水慢慢喝 没有时间的话 就直接这样一包 直接含着 吞下去 然后再配一杯水 这样子下去 严重的话 一天两次 那大概三四天以后 你就会非常有感 那建议大家顺畅了以后 每天还是要让它排得很顺 你让它不顺的话 你尝到这些环境不好 尝到容易发炎 我刚才讲的那些 重大慢性疾病 产生的几率就会很高 所以护肠 才是我们健康的长久之计 再次 再次推荐 白美人顺畅瘾给大家 谢谢